白夜 俄国托斯托耶夫斯基著 严永新改编 第一夜 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夜 随着春天的到来 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 有着它难以名状的迷人的美 但是不管怎么说 夜晚对于我来说 要比白天更美 那是因为下面发生的这件事 这一天 我很晚才回到城里 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 一桩意想不到的奇遇 却落在了我的身上 就在我的身边 紧挨着运河边 站着一位女郎 长得十分娇媚可爱 正当我屏住气 从她的身边走过的时候 忽然间 我听到了滴滴的哭泣声 哦天哪 我的心紧缩起来 我挥转身 刚准备冲她喊一声小姐 她突然离开了地岸 穿过大街 沿人行横道往前走去了 那边人行道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燕尾服的先生 只见她飞跑起来 去追赶那位姑娘了 姑娘大声地喊叫着 这当口 我右手正攥着一根 偶然捡来的棍子 我一下子出现在人行道上 那位先生 懂得我手中的棍子 不是好对付的 立刻收住了脚步 把您的手给我 这回她可不敢了 姑娘默默地把自己那支 由于激动和恐惧 还在不住颤抖的手 伸给了我 脸微微发着红 她偷偷地打量着我 当时 您为什么要躲开我呢 那时候 我可不了解您 还以为 难道现在 您就了解我了吗 多少有一点 比方说 我就知道 为什么您的手 一直在发抖 是这样的 我的手发抖 那是因为 我今年二十六岁 还从来没有 一只像您这样 可爱的小手握过它 我 我从不跟女人打交道 那您当时 为什么要走近我 请原谅 我感觉到 您在哭 于是我 我到家了 再见 谢谢您 等一等 难道 我们就这样 永远不能再见面了吗 瞧你 也许 还会再见面的 那明天 我还到这儿来 好吧 明天 我也许会到这儿来 也是在十点钟 不过 您可别以为 我是在和您约会 好的 我 我同意 就这样 再见 再见 我们分了手 我太幸福了 明天见 第二页 您来了 她握住了我的双手 我到这儿 已经两个小时了 好像 待了一整天 知道 知道 现在说正题吧 请您告诉我 您究竟是谁 您的全部历史 请等等 我 我还不知道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 那斯金卡 好吧 听着 那斯金卡 我这就给你讲讲 我这可笑的历史 我挨着她坐下 摆出一副 非常严肃的架势 在彼得堡 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角落 那里 人们过得完全是 另一种生活 是一种 纯幻想 纯理想化的生活 天哪 哪来这么长的开场白 您听着 那斯金卡 在这些奇怪的角落里 住了一些奇怪的人 幻想家 其中不妨说 就有我 她漫无目的地 看着书 翻不到三页 瞧 她的想象力就上来了 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幅 奇妙无比的图画 那里有形形色色的奇遇 和令人惊喜不已的幻想 也许在某个时候 她会为了过上一天 那样的生活 而牺牲自己幻想中的 全部岁月 难道您的全部生活 就是这样的吗 是的 全部 那斯金卡 可能将来 还会这么下去 不 不能这样 您难道真的不知道 这样活着实在不好吗 我知道 那斯金卡 我知道 那些最美好的年华 都让我给虚毒了 不过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是上帝把您 我的安琪儿 派来向我说清这一点的 那斯金卡 你知道 你一个人要是孤单地活着 该有多凄惨的 好了 别再说下去了 这些话我听起来 真不好受 把您的手给我 好 现在开始讲我的历史 我有个老祖母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落到他手里 我的母亲和父亲 全都去世了 我现在已经十七岁了 十五岁那年 祖母眼睛瞎了 她就拿别针 把我的连衣群 和她的别在一起 干活啊 读书啊 学法文啊 都得在她身边 我祖母有座房子 上面的阁楼 租给了一个又哑又瞎 又驼背的老头 她死了 又来了个年轻的小伙子 租房子 不是本地人 因为她在房钱上不还价 祖母就不放她走了 有一天 房客来问胡强指的事 祖母让我去拿账单 我忘了连衣群 还别在祖母身上呢 猛一扯 把祖母坐的圈椅都给带动了 我站在那里 脸都红了 后来 房客打发菲尔卡来告诉我们 说他那里 有许多法文书 问祖母要不要拿来 由我念给他听 祖母同意了 不过还是一个劲地问 这些书里 有没有什么调情啊 掉膀子的事情 否则就不能读 怕我学坏 就这样 几个月里 我读完了斯科德的小说 和普希金的作品 到了最后 离开书简直就不行了 后来 房客又在歌剧院里 弄了个包厢 让我们去听歌剧 塞维勒的理发师 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的房客 总那么热情地看着我 跟我说话 躺下睡觉的时候 我兴奋地 好像得了一场 小小的伤寒病 我心思着 从这以后 他就会到我们家里 来得更勤 谁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 他几乎完全不来了 往后那些日子 我坐坐不住 书读不尽 人变得越来越瘦 几乎要病倒了 一年前 五月的一天 房客来对祖母说 他要回莫斯科一年 明天就走 我一听到这些话 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像个死人一样 我该怎么办 我想啊 想啊 愁啊 愁啊 最后终于下了决心 等晚上祖母睡觉之后 就让事情有个结局 我给自己准备好一个包袱 里面有几条连衣裙 和换洗用的内衣 提上它 并不顾死活 朝阁楼上走去 进了屋 我捂住脸 失声痛哭起来 他开始说 听我说 那斯金卡 我是个穷光蛋 暂时还一无所有 要是我娶了您 我们靠什么来生活呢 我对他说 我不想再让别真 把自己别住 只要他愿意 我就跟他一道去莫斯科 他默不作声地 坐了几分钟 然后站起身 走到我跟前 握住我的手说 您听着 我的好心的 亲爱的那斯金卡 我向您启示 您现在就是 我唯一的幸福 我这次去莫斯科 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 当我回来的时候 如果您对我的感情 没有变的话 我们将成为 幸福的一对 不过现在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无权 对您做任何承诺 他这么跟我说完后 第二天就走了 一年已经过去 他来了 他来这里 已经整整三天了 可到现在 还没有露面 说到这里 他停住了 用手捂着脸 哭了起来 我让他的哭声弄得 心都要碎了 我给他出主意 让他给他的心上人写信 还替他 草拟了信的内容 那斯金卡听后 叫了起来 他的眼睛里 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是的 是的 这正是我所想的 你消除了我的怀疑 谢谢 谢谢您 说着 他便把那张小脸 背了过去 突然 我感到自己的手里 塞进了一封信 显然 是他早已写好的 呢 给您信 这是他熟人的地址 他们会代为转交的 如果有了回音 也请您在夜间十点钟 烧到这儿来 第三夜 今天是个阴霾天气 下着雨 昨天是我们的 第三次见面 也是我们的 第三个白夜 欢乐和幸福 会把一个人变得多么美丽 一颗心 在爱情中 又会怎样沸腾起来 昨天 和我在一起的他 话语里 包含着几朵温柔 心灵中 蕴藏着几朵友善 还有幸福所带来的 无比娇媚 我的天 我怎么会盲目到这种地步 竟看不到 那一切都是属于 另一个人的 他们 都不归我所有 他比我早来了一个小时 开始的时候 对什么都哈哈直乐 似乎我的每一句话 都能引得他发笑 这时候 传来了脚步声 黑暗中 好像有个人 迎着我们走过来了 我们两个 都颤抖了一下 他差一点就喊出了声音 但 我们受骗了 走过来的人 不是他所等的人 远处 城市钟楼那边 传来了几声 云吻的钟声 听 好像 已经十一点了 是吗 是的 是十一点了 他终于 用一种胆怯 犹豫的声音说道 看样子 他今天不会来了 明天 他一定来 我用最自信 最坚定的口吻说道 他突然 变得快乐起来 是的 他只能在明天来 好吧 那我们就再见吧 如果明天下雨 我可能就不来了 但后天一定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 第四页 九点钟的时候 我就到了那儿 他已经先到了 他像头一回那样 站在那里 胳膊肘 只在岸边的栏杆上 那先看 我冲他喊到 竭力压制着 心头的激动 快点 信在哪儿 没有 我没有拿到信 难道 他没来吗 他的脸 一下子变得沙白 一动不动地 看了我很长时间 是我把他最后的希望 给粉碎了 他垂下眼睛 眼泪扑苏苏地 不住往下流 看着他 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 终于说出了 深埋心底的 对他的爱 我知道 我不该利用他的痛苦 做不该做的事 于是决心离开他 不再用感情折磨他 但可怜的姑娘哽咽着 对我说道 听一听 请听我说 您愿意等待吗 因为我终于发现 自己爱上了您 您可别以为 我这个人用情不专 水心扬花 会那么快地忘掉一个人 那么轻率地对一个人变心 我爱他爱了整整一年 我只是想对您说 如果您能永远地爱我 那么 我岂是 我将永远感激您 而我的爱 将最终无愧于您对我的爱 这时候 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年轻人 他突然停下来 我的心禁不住颤抖起来 那斯金卡 那斯金卡 是你吗 身边传来了声音 哦天哪 什么样的呼唤声 突然间 他挣脱了我的手 迎着他跑了过去 但当他刚刚投进对方怀中的时候 立刻又飞跑回我的身边 像疾风 像闪电 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 紧紧地 在我的嘴唇上 印上了热烈的影 然后 又重新扑到他的跟前去了 我久久地误理着 凝视着他们的背影 终于 两个人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的天 瞬间的幸福 但是 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他 难道 还算少吗 但是 我没有想要 我那个人的一生来说 他那种的一生来说 好 也打算 不许 这一生来说 我 我 就 感谢观看